各位呢 你到我們這個剛剛講的第六個這一個 你把它點開 因為我之前有寫一篇文章就是 其實現在各位 你現在學3D其實比較幸福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以前我們學3D最痛苦的是 你不會畫模型 後面都不用做嘛 因為你沒有模型 你後面要什麼攝影機 要材質幹嘛 就好醜啊 但是各位現在幸福 就跟現在做3D練一樣 因為網路上有非常多免費模型你可以用 那我們是用3D跟哪一個相同性最高 如果你有學過SketchUp 他這個SketchUp的那個 有一個免費塗布料3D Warehouse 有沒有聽過 有 對不對 所以在上面的 你只要從上面抓的那些模型 你拿下來的幾乎啦 大概90%以上都OK 而且他的檔案又小 因為SketchUp很多 他也是用貼頭方式去產生模型 就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相同性比較高 那我們可以馬上來試看看好不好 你到這個 你也可以直接打這個網址3D Warehouse也可以 或者你到我的文章裡面 都OK 那我直接進到這個網站去 我戳小一點 這樣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OK 有 那你進來之後 上面有沒有看到很多模型的 對不對 那你可以從上面這邊直接打關鍵字直接找 我這裡變大一些 好 你可以打中文 也可以打英文 不過原則上還是建議打英文會比較好 比如說你要樹 樹你就tree 少樹的 所以其實你知道嗎 即使我沒有幫你準備那些模型 那些材質 你可不可以自用 也可以 只是為了方便各位啦 因為你看上面有沒有很多樹 買什麼有什麼 這樣很方便對不對 影像處理現在也是一樣啊 土庫是一大堆 山地摸井以後會更多 就跟現在土庫是一樣的 所以你要找到你要的樹 比如說你要比較高的這種樹 你把它點一下 各位順便留意一下 你找的時候要找有這種的 你應該知道什麼意思吧 蛤 對啊 你要找這種可以下載的啊 你了解齁 有有有有 因為有的是 它就是我來展示我的功力的 或者它那個模型 它可能覺得 我有版權上的問題 不適合給你直接下載 但是你可以看人家怎麼做到 我可以做到這種程度的 所以有些是沒有的喔 那假設我要這一顆 你就點一下 所以其實你會Sketch up 其實有個好處 你如果也可以自己做 就算不會 這個下載的時候 要先同意一下齁 好 你看這裡 下載它有沒有很多種不同格式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是Sketch up 所以我只要用最下面這個格式就好 有沒有 Clorodafile 我要的是最下面這個 它幾乎每一個都有提供這個格式 因為這是共通的格式 共通的格式 如果你有這個Sketch up的軟體 當然你可以下載它的原始檔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開 這樣了解 好 那我就把這個檔案把它下載下來 把它按一下 它就直接下載了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們有關注過那個日本漫畫家新海誠嗎 沒有 去年它不是有一部電影 所以這種網站最好 都不會問你的名字 哈哈哈哈 好 點了就下載啊 這樣不是好嗎 還是你 還是你一定要註冊一下 然後再才有感覺 這樣比較快對不對 那 你看我就把這個打開 好 找到它了 那我怎麼拿到我們的 那個 差點講 Sketch up Sweet Home 3D裡面 來你看到 我們回到Sweet Home 3D 你看上面這裡 它把模型稱作家具 這樣應該各位就很清楚 知道它原本要做什麼 好 你往下走 你到家具這邊 你往下走 有沒有一個叫插入家具 插入家具 其實下面這個插入家具庫 就是 有些人 像我們那個中文化作者李先生 他就是把他的那些東西 因為我們用這種方式 一個一個插入 但是如果你有整條一套 你可以變成一個家具庫 別人就一次就匯進來 這樣就比較快 好 我就插入家具 其實李先生的那個網站 我等一下跟各位介紹一下 其實它上面 你也可以自己一個一個 它有提供好幾個那個家具庫 你也可以像這樣直接加進來 只是我就是幫 幫各位多做一件事情而已 好 那我就從這邊按一下 按了之後呢 有沒有跳這個視窗就跑出來了 那麼剛剛那個 剛剛我們找到的這個 在這裡 對不對 你可以連解壓縮都不用 直接丟進來就好 你看我現在把它丟進來了 稍等一下 有沒有就一顆樹在這裡了 為什麼壓縮掌丟進來可以 因為它支援VIP的壓縮 當然如果你的不是VIP 比如是RAR 或7DIP 那還是請你解壓縮 好 但是在這邊不需要 所以你這樣拖一進來之後 它馬上就可以讓你先看一下 你的這個不OK 好 好我們再繼續 好 那它會給你看一下不同角度的那個 模型 有沒有跑出來的 不過這邊啦 講真的 顯示卡的效能 各位現在都是用Notebook 除非你有蘋果幫忙 你應該知道蘋果幫忙是比較貴的 所以它在這一塊的顯示 等一下你可以問一下蘋果的 有咬蘋果跟沒有咬蘋果 那個咬一口 差在哪裡 他們在這邊操作就會特別快 因為它在顯示卡效能上真的有差 尤其是Notebook Notebook的會更明顯 那我們再下一步 好 接著它就問你一件事情 你的模型要叫什麼名字 你的模型預設的大小 有沒有 這邊單位是公分 當然是公分 你可以自己看要不要那麼大 就是進來之後要多大 你可以在這邊決定 再來還有一個 如果你希望我下次就不要再匯入了 你可以選擇 直接增加到某一個目錄裡面去 這個目錄就是我們左手邊那邊 這樣以後你就從那邊找出來就好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你看我們從這裡 那我先不要那麼大一顆啦 1700公分就等於100多公尺了嘛 對不對齁 17公尺就有點高齁 所以我把它變矮一點 比如說只要500公分就好了 這樣也蠻高的 5公尺 因為維持等比例齁 所以這樣好了我就先按繼續 確定都沒問題我就按完成 他就會把這個模型叫進來 你看 500公尺 沒有500公分也是很高的 有沒有 有沒有就進來了 但是進來之後如果你覺得 因為有些時候有可能材質沒有進來 我現在是模型進來對不對 材質沒進來怎麼辦 點兩下 還記得我們剛剛有干過那個事情 草皮啊 點兩下是不是一樣有修改這個 你把它按一下 人家這裡就有這個好處 你要樹幹的還是要葉子的 有沒有可以個別調整 你可以自己選 不過我這邊還沒有顯示出來齁 這時候就會知道 有咬一口蘋果真的差很多 哈哈哈哈 好你就可以看你那個不OK的 然後你再去選你要的 這樣你了解嗎 其實你滑過去 像我這樣點過去 他會這邊左手邊應該會亮一下 他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這個材質是哪一塊 這樣了解嗎 只是我這邊 因為有時候樹比較複雜的話 你進來速度就會慢 就會相對比較慢 這樣會不會找模型了 所以如果你剛剛這邊 你用的是那個安裝板 雖然沒有那些模型 你可以試看看 好從3D Wheelhouse那邊 去找到這個東西 這樣你就可以玩比較多 好?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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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